在中国特别好的办法就是太极拳 因为太极拳是一个尽力 而太极拳是对大腿有一个很好的锻炼 太极拳一般都是一个半蹲的模式 那么进行尽力的活动 对气粗的影响不大 但是对肌肉的训练非常好 所以我们的研究发现 用吃鸡碗舒张的药加上走路 加上太极拳 会使得病人的气粗有 会有明显的改善 那不一定反映在肺功能上 而在运动的能力上 会有明显改善 非常意外的是 我的有十几个病人 尽管他的肺功能 只有正常人的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 看起来是非常差的 但是他坚持这样的治疗 吃鸡碗舒张剂 再加上每天坚持运动 有几个病人甚至可以走上白云山 这个是非常好的结果 太极拳是不是真的有用 经过罗教授他们的团队有力以后 那证实的是有用 而且在国际上也认可 我一直对太极拳有一个 有一个憧憬 在1972年我给一个病人治疗的时候 这个病人他有淋巴瘤 同时也有慢足肺 大概四十几岁吧 但是呢 他已经熬了大概有四五年了 还还比较好 我就问他 这个你你你做什么 你吃什么 他说我每天都念太极拳 得音 你不就会讨认 我先去识认 你快点 如果一直都要 你不就会认为 你不就会认识 你不就会认为 你不就会认为